一人梁宇辰拥有亮眼外星 一参加综艺节目娱乐百分百的狼人杀单元 而人气攀升还被封为狼人杀女神 日前她透过现实动态发文 透过自己近日前往韩国旅游 不料回国后才发现相机居然不见了 向来谨慎的她翻遍家里 却还是找不到 冷静下来回想 自己就算出国在外搭计程车 也都会在下车前检查一遍座位 因此她推测是回国后 在机场整理包包才弄不见的 后来梁宇辰打电话到机场失误招领处询问 并仔细描述相机外观 没想到马上就得到回复 表示有人捡到她的相机 原来是机场清洁人员 在洗手间拾货相机后 交到了失误招领处 她当下机动表示人品爆发 除了感谢热心的清洁人员 也借此提醒我们 出门要注意随身的贵重物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